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不要小看你自己 有一篇文章说到 在职场上谦虚可以 但别把自己做小 在职场上有一种人 总是把自己当成小孩 久而久之 他真的变成了小人物了 即便他五十岁了 仍然没有人觉得他长大了 二十几岁初出毛茹时 他理所当然是组织里的小人物 开会时 他总是有礼貌地 选最后一排的位置坐 在小人物心里 做人要低调严守分计 绝不抢人风采 而这个框架也限制了他的成长 三十五岁时 同侪陆续升官 大学同窗 还成了他的直属主管 四十五岁时 公司里出现越来越多新生代 成长速度很快 五十岁将近 他似乎真的上不去了 终于有位好心的前辈告诉他 你总是看起来长不大 快五十岁了 大家看你还是一个小人物 没有人敢把重任交给你 好位置出缺 也不会想到你 就怕搬石头扎自己的脚 其实是一个人的选择定义了自己 小人物把自己做小了 在无数任务形成的过程 有人站出来当人不让 在执行任务中承受压力 克服困难 从中成长 而小人物则躲到暗处 因为总觉得自己还小 于是他不受压 也无从成长 因为把自己看小了 慢慢地他也让自己变小了 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 小人物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凡是期待大人物来解决 但这个心态 就像个紧箍咒一样 让他永远都长不大 亲爱的朋友 你也习惯当个小人物吗 故事中的小人物 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谦虚 但因着胸无大志 不想要承担责任 甚至根本没有看自己是大人物的眼光 因此只能一辈子做小人物 在圣经中有一位大能的勇士 叫做积淀 过去的积淀总是只看到自己的弱小 贫穷 所以他觉得敌军米店能非常强大 是他永远无法改变 也胜不过的 直到有一天 天使对他说 大能的勇士啊 上帝与你同在 积淀开始看自己是大能的勇士 他对自己有新的自我形象 新的图画 当积淀用上帝的眼光 看他的人生时 上帝的计划 便一步步地成就在他的身上 他的人生有了转变 他开始对人生有新的图画 觉得他的人生可以丰盛 美好 得胜成功啊 而他的口也开始说有能力的话 说积极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 你怎么看自己 会决定了人生 也决定了上帝 会怎么在你的生命中改工作 上帝乐意赐给你丰盛的人生 而上帝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改变你的眼光 让你看见自己是大能的勇士 是能够承担重责大任的大人物 今天让我们学习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吧 上帝必使你重新找回热情 如因展示上腾 你的未来将会精彩可奇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